所以其实呢 你知道自己真正需要什么 其实没有那么容易判断 而且呢我们以前在讲说 需要跟想象好像就是 需要的东西就是 你一定要它不然可能活不下去 这叫需要 可是如果更深层一点的来讲的话 深层的来讨论这个需要这个问题的话 其实它是跟 每个人自己的价值观是有相关的 还有跟自我认同有相关 甚至跟自己的人生意义是有相关的 所以呢其实我这边有写出 我需要这个东西吗 其实你要问的有这三个 如果更仔细讨论好这三个部分 就是这个东西到底有多重要 还有就是这个东西呢 促使我变成更好的人 有多大的帮助 还有就是这个东西呢 在我人生当中究竟有什么用途 所以呢不只是只有 你需要觉得说 可以让我们活下去的 例如说我们需要食物 或者是我们需要一个住所 或者是我们需要一个工作机会而已 这么只有这样子讲而已 其实需要是分的更细 有深层的部分 例如说 如果是有一个那个小听信手 他自己他这一 他这个他人生当中要自我实现 他就会需要一把呢 可能天文数字的勤工 才可以让他呢 展现出他最厉害的小提琴的勤意 那这把天文数字的勤工呢 可能就是他的需要 而不是想要 虽然这个情绪可能非常非常的贵 所以这个就是跟每个人的价值观 还有就是自我认同 追求自我的部分 是会有相关的 那有时候我们会把需要跟想要 跟一些一些概念 错联在一起 例如说 我们可能会觉得 只要是比较便宜的 这是我们需要的 比较贵的 这是想要的 其实不见得 就像我刚才学的例子一样 因为便宜或贵 那是价格上面的差异 可是我们讲的是需要跟想要 就是呢 那个需要的部分 就是这个东西到底对你来说 到底重要性是怎么样 然后能不能让你变成更好的人 这个东西的用途是什么 这反而是更重要的问题 还有像我们会把 需要跟想要跟豪华 或者是朴素 连结在一起 就觉得说 太豪华的东西 应该就是想要 朴素的东西 那才是需要 可是其实也不见得 因为朴素跟豪华 是那个东西的复杂程度嘛 可是 他要跟需要跟想要概念 其实是不一样的 所以 我们要找出这个需要的东西 我们自己个人需要的东西 其实没有这么容易 像这个 呃 大家如果要仔细看 这个需要跟想要 可以看那个 如何不会前反了 里面有一张 就特别在讲 这个需要跟想要 然后那个作者 他要举一个例子 我觉得还蛮贴切的 他就是他在 他在布置他新家的时候 他去买一把椅子 他到这边 椅子有各种不同的款式 从 从 就是 有那种 这种普通的椅子 办公椅 然后到那种 就是木头枝的椅子 等等之类的 然后他有看到一把椅子 价格算中高 可是他觉得那把椅子呢 可以为那个空间呢 带来不一样的感受 而且是他想要营造一个 属于他自己的一个空间 然后他可以在那边看书 他想要创造这样的氛围 所以他觉得呢 他如果要买那张 价位中高的那张椅子 对他来说 他就觉得是需要 虽然他不一定 他没有这张椅子 不会死 可是呢 这个对他来说呢 对他的价值观来说 他想要营造那样的空间 然后呢 做他想 在那个空间 想要做的事情 那这件事情 看来说 他就会把它定位成是需要 所以如果我们把需要呢 再把它更细分层次的话呢 有初等层次的 跟中间层次的 跟高层次的 不同的需要 像比较初等层次的需要 就是我刚才讲的 基本的需求 如果没有的话 可能就会 就没有办法继续生存下去 例如说食物 水 然后住所 跟就业机会 这种都是初等的需要 那中等的需要呢 我们讲说 像是人际上面的互动 社会性方面的 还有是他有社会差异的 例如说 像日本 他们呢 可能每个人会需要一套 相对来说 比较好的和服 或是像我们以前 我们台湾早期的年代 每个女生都会需要一套 那个旗袍 那那个就是 那那个就是 在社会上不同文化 他们需要的东西就不一样 那就是如果 如果你是出生于上流社会 那你就会需要 什么呢 就是 你的 衣装 你的穿扮 穿着 相对来说 可能就是比较高尚 这就是 你可能要得到 社会上面的尊重 的需要 那比较高层次 就想自我实现的部分 就是呢 你展现你自己 你要能达到自我实现 你会需要有东西 例如说我刚才讲 那个提醒手 或者是最近 你那个看见 台湾正宏 齐波林 他要拍一部影片 或是他要去 摳拍 他可能需要的 相关的设备 直升机什么的 他需要的 备用量很高 那他这个部分呢 他买一架直升机 对我们一般来说 可能是想要 可是在他来说呢 可能就是需要 就是跟每个人的状况不一样 或者是 或者是说 一个人他想要 成为一个好的 导演 他可能就需要 非常多的设备 高级的设备 那这个可能就是 他的需要 或是你是一个摄影师 你想要一台 非常非常好的相机 来捕捉每个美丽的瞬间 那这个可能就是你的需要 所以这是 跟每个人的 刚才讲的自我价值观 个人的追求 是有不同的 好